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周的信息 我们就非常觉得 对这个经历啊 太重要了 对我们太重要了 那么 刚刚 宋新山弟兄们 就提到 那个四个点 那个都是对洗手盆有关系的 第一个是说了秘诀 秘诀 这个秘诀特别关于 我再说 他这一篇里主要引用四个地方的经典 一个就是 《初爱经纪》三十章 说到洗手盆 在那个圣殿里面 这个帐幕里面 那个地位 那个功用等等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三 第四个 一个三个后面 都是新月里面的 就是第二 第二处就引用到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主耶稣给门徒们洗脚 然后祂要我们 然后祂要我们 也要彼此洗脚 第三处呢 《约翰福音》第三章 就说到 因为神联名我们 因为神联名 神联爱 所以祂就给我们一个重生的洗脾 还有圣灵的更新 还有圣灵的更新 那第四个 就是以赴守五章 就是说到基督爱葬会 为赵为神的自己 不管是这样 还有圣化葬会 借助祂化中之水的洗脾 那这四个地方 里面有四个关键的字 这个我们能够看完 大家都有很大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就是说到秘诀 秘诀的意思特别指着出埃及记 因为整套的草木的结构摆在那里 气、气物、气具摆在那里 那这些能够运作 能够开始运作 头一个就是要解决洗脱盆的问题 洗脱盆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那些东西摆在那里 都很齐全了 但是每一个器物、每一个器皿 它的器具 它要发挥的功用 它要选出那个功能 一定要祭司在那里来处理 来服事 那祭司呢 他要来摸这些东西 他头一件事 就必须先到洗脱盆 洗手、洗脚 虽然洗脱盆 这个位置是摆在 这个铜祭坛和草木里中间 头一道是铜祭坛 第二道才是铜洗脱盆 但是这个铜祭坛要献祭啊 是要祭司献祭 别人不可以献祭 另一位人可以这样 抓着牛、抓着羊 杀了 但是这个杀的这个血 杀的这个肉 要陷在祭坛上 所以一定要祭司来处理 那祭司要从来以前呢 他一定要先到 从洗脱盆这里 洗手、洗脚 用干干净净 他才能开始回到祭坛这里 来开始服务 让这个洗脱 这个铜祭坛 发挥这个功能 他能够献祭给神 然后再进去到里面 要摆这个橙色饼的镯子里面 上面摆饼饼 然后金灯台那里加油 剪这个蜡镯 然后到剪这个蜡花 然后再进去到这个香塔那里 要烧香 然后在大祭司到里面去祷告 那就是把血 除最继的血带到里头 我们通通都要经过这一个 这个洗脱盆 那这里说 他好像比较 说的不是那么重 但是啊 这个事情是严重的不得了 怎么严重呢 他说要经过那样 免得死亡 这个讲的好像很轻 免得死亡 但是这个事情 重的不得了啊 这个祭司们 他经过了那个浮世 他就知道了 亚伦两个儿子 拿了烦火就 哇就烧起来了 烧死在他们的跟前啊 所以神的命令 免得死亡 如果你不洗手 不洗脚 那马上就很热心就干起来了 谁也怕 谁也不敢啊 所以祭司不敢 这一切摆着都没有功用 都没办法运作啊 所以要这个运作啊 一定要 祭司不适的人 经过这个洗脱盆 所以这个神的经论 从神的经论的眼光来说 他这个洗脱盆是不能少的 因为堕落的人 虽然是蒙了神的联名 成了祭司 但是他们要经过这一个 要在那儿服事摸这个东西啊 一定要处理这 解决自己这个洗手洗脚的问题 除去所有的 这个旧造的污秽 地上的污秽 那就是这个祭司自己来说 蒙恩的人来说 来进到神圣所里面 来经历这一切器物的那个手里 你经历 他这个秘诀也就是在于 你需要先决定 你如果不决定 这些对你是无分无光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资格来摸这个东西 摸了啊 反而会带来亏神了 所以啊 这里就给我们看见 这个统底多盆啊 对于神的经论上 对于我们蒙恩的人上 都是秘诀 所以李基勇就说 你若是为了一件事来祷告神 可能啊 花要花十分钟 但是你要先花二十分钟 来解决你身上那个污秽 那个败坏 那个旧造 那个点污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位 他不能说 我昨天洗过了 今天不要洗了 你只要活在地上 你活在肉体里 你活在地上行走 不知不觉 你里头就好像有灰尘了 好像跟神就有了距离了 好像里头就黯淡了 你需要先来解决这些问题 好像你的灵新鲜 你带着一个在圣灵的流里面 这个用以前我们所了解的 这就是那个生命之灵 那个绿啊 要把它开关把它开开来一样 你没有开啊 你这个手做的东西 要干 这是外面的行使 必须把这个开了 干净了 你知道 这个生命的水涌流了 这个时候 你才能够经历那许多的基督里面的分布 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 同时这个关系很重大 这是秘诀 你要摸神 你要享受神的同战 你要得到神的恩典 你必须 不光需要决洗净敌的罪 也需要灵啊 生命的灵在你的里面 把你充实啊 洗干净 除去污秽 除去你的旧灶 这样你才能够被带到 基督丰富的那个经历的里面 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见 第一个重要 那第二呢 关于这个 约翰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这里也是一样的 那个意思 主耶稣要来 最不了 祂要离开门口门 他就给他洗手 要洗脚 洗脚 洗脚 这个彼得 他是一个很真的人 所以他说 主啊 我不配 你怎么能够 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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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接受你的 主就说 他说 你如果不让我洗啊 你就跟我无分了 这个无分也是很严重啊 人可能得救啊 但是你在经历上 你那个想有分与神的吩咐 有分与神生命的供应啊 你要接受主耶稣的那个 那个活水的那个洗净 是 所以 所以啊 这个 所以彼得就是说 那是这样 我头也要洗 我脚也要洗 那主说 你也不平耐啊 因为你一直在救我 但是你的脚啊 我给你洗就是了 所以从主的话里面看到 祂在末了 然后主耶稣给门头来这一场可变了 他不是偶然的 也不是随便的 可以 可以好像那个 那个 情势啊 很紧迫 或者就不要做这个事 没有 他一定要 他没有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有分与 基督的生命的那个拯救 生机的拯救 所以这都给我们看见 这个捅洗脚啊 然后 也借着这一个 就给我们看见 主耶稣这个 爱我们到底 爱我们 既然爱他们 就爱他们到底 什么叫到底呢 意思 不光是说 时间上 到了最无聊 他还负我们的责任 并且也是说明 反正你一切这些需要啊 他说 一塌瓜子啊 都要给你包了 好像一个人欠债 欠了五千万美金 那你就没办法 有一个人来 他就给你还这个债 还了以后 又把这个钱 再把多少万美金 摆在银行里 开在你的户头 所以你以后天天 可以需要的在哪儿吧 所以 这个 要救救救到底了 感谢乍内徒 所以爱我们爱到底 就借助这个洗脚啊 来表真 来说明 是依照这个爱 他怎么做 并且这个做 也是为了他能够爱我们到底 他就救我们到底 然后也就是在这里 主耶稣就给门口们 一个唯一的一个诫命说 你们也要彼此洗脚 像我给你们洗脚一样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个爱 在爱里面来给人洗脚 那这个洗脚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今天是当然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当你在神面前 你是活在灵里 你就在这个灵的涌流里面 来供应别人生命的供应 把它点火了 把它带到神的交通的里面 那这样呢 他就因着你的服事 他就给你带到神的这个恩典 这个交通里面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宝费 那我们以前在台北道或是市里的时候 刚开始几年 我们时时静静也给人家洗脚 也给别人被别人洗过脚 我们这里有没有人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呢 这很有意思的 我有的时候给别人洗脚 当然是把水这个脸盆拿来 热水的温水摆到那里 就给他跪下来 跪下来给他洗 所以一跪下来啊 我就哭起来了 我就哭起来了 给他洗一遍 我就洗一遍 哭得被洗一遍也哭了 他很奇妙啊 就是这么一洗啊 大家就摸着那个爱 他就没有尽力了 哎呀我爱他 我对他去 他也就是他爱我 我爱他 他就感动了 这个是很有意思 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 你给人洗 他这个里头 奇妙啊 他就哭了 洗这些人也哭 被洗这些人也哭 他真是感觉啊 这个爱的那个 那个养溢 爱的那个 互相的那个 那个种牛啊 真是很宝贝 那当然这里给我们看 这属里面 这一个彼此西角更是宝贝 就把他就带到神圣灵交通里头啊 真是太好 所以这一看 十三章这里 就说了生命交通 因着爱也不 有这个生命的交通 然后 提多三章 当然也说了爱 因为怜悯实在是跟爱 是一个源头的 因着怜悯 就压抑出这个爱 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不可爱的人 那接着这样 他就接着重生的洗离 和圣灵的更新 这两个合起来 也就是基督在我们的身上 所做同喜得品的那种经历 把我们带到一个根心里面 把旧道一面一面洗去 新造这个新陈代谢 生机的作用 做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怎样天天需要吃食物 也真是需要天天有这样的洗离 在神面前 从我们得到重生开始 一直到建主面的时候 就在这里有了生机的作用 把我们旧造的把它洗掉 把新造的 藉着圣灵的更新 带到我们的里面 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明 借着以弗所五章 更给我们看得清楚 还是告诉我们 基督爱造会 基督爱造会 为造会舍了他的自己 他就用他自己的 那个化中的水 那个瑞玛的化的水 即使的化 那个里面的生命 来洗滴我们 这个洗 他是把我们里面 旧造里面的 那个所有的皱纹 所有的那个斑点 所有的瑕疵 等类的病 都给我们一点一点洗去 所以做基督徒 在外面来说 当然你过了多少年 人连外面 人连外面 总是会变老了 你看我这个说老了 老人班也有了 社会也有了 但是实际上 这个里面的这个人 应该越长越新鲜 越长越 这个年轻才可以 感谢大美族 所以如果观作一个宗教徒 在外面就没有意义了 一定要天天 经历这样的洗泽 经历这样化中的水 化里头有水 这个是特别的水 不是蒸馏水 它是生命的水 永流 让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旧造成去 新造进来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过程 感谢主 这个秘诀 这个爱生命过程 这几点啊 都是来说明 同性这本里面 对我们的关系 感谢主 我们每一位在座 我们都必须 要经历 要见证 享受 这个同性这本的 所养育的爱 所经历的生命的奉励 所有的那个厚果 只要让我们 心而有心 感谢大美族 感谢大美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